高雄市中州同心扇行会捐赠了57万元 驿住山海关大楼有19户的受灾清寒租客每户3万元 另外还捐赠6万多块钱给吉安湘公所的人爱基金 针对及时所需来做配套使用 高雄市中州同心扇行会10号下午在花东战神车队张慧彤的引介下 来到了吉安湘公所捐赠57万元扇款 要驿住山海关大楼19户受灾清寒租客每户3万元 并捐款6万余元要给吉安湘仁爱基金 针对及时所需做配套使用 市洪海理事长针对这次0403的地震也非常的担心以及挂心 那他也是蛮有那个心的就是集合这些所有的师兄 师姐来一起发行这个扇行捐款 然后把这个扇行捐款实质上的帮助到 这个花莲的每一个受灾户的身上 为了感谢这份散心 乡长游淑贞也颁证了感谢状 更允诺公所定客进职责 陪伴乡亲勇敢渡过难关 我们希望不同的条件 但是到位的一个爱心关怀 也能够及时的让这些灾民 可以早一日恢复生活的安定跟家庭瓶颈的排除 希望吉安相公所是一个克尽职责来跟他们做无缝接轨的一个这样的公部门来随时开启必要型的救助 也请我们所有的家人们要勇敢的说出自己的瓶颈也让我们可以到位的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关怀 4月份连续强振重冲花莲的各行各业 为了相挺在地店家 散行会一行人也随即展开三天两夜游城 亲自献上所有高雄人的爱与关怀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导